系纸火车站前的中正路口 每天买菜坐车的民众都很多 只是广场人行道缺了一大段 真的是相当危险 在22号这一天 市议员周晓林服务处就邀请了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就是这个路口系纸火车站前 对面是中正老街 每天早上好多人买菜 再加上坐火车的人 人潮真的很多 不过从广场拉过来都有人行道 却在往金融方向这一边少坐了一段 使得民众过马路之后 得要先走在马路上再往前走 才能接到另外一段的人行道 实在不安全 广场这边要往金融方面 这边这个人行道 少了一些小段 所以他们有时候过来 又没有巴马线 又要等红利灯过来 然后要绕进广场的弯道 晚上因为这边很黑很危险 因为里面又有流浪汗 希望公所新北日政府 把这一小段没有完成的 这个人行道把它弄通 然后这边再做一个巴马线过来 这一段的人行道 脱节了没有连接 往往的人行道 走到这里都要走到外面 那外面车辆很多 很危险 所以我们今天请公所来看 是不是我们这一段的人行道 可以不可以来连接 在接获程庆之后 22号上有议员抓领服务处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在这边的广场因为也比较暗 再加上晚上有游民 许多坐火车回来走这一段 因为没有人行道 得要走里面也不安全 地方希望能够捕捉这一段的人行道 那公所跟我们说 这次是这个养工处的处理的 所以我们还重新来办会刊 希望我们这一段的人行道 整个连贯 而且这一次我们公所来铺 这个车站的附近的路面铺得很好 这个也是我们很感谢公所同人的努力 公所最近在我们的火车站这边 做一个道路的一个工程 那现在已经做好了 那整个效果还不错 那反映说这边没有人行道 那我们今天来看 确实是一个没有人行道的一个情形 那这部分 这边有涉及到一个设置人行道 还有一个台电 还有一个中华电信的一个变电厂 还有做人行道之后 还有一个行穿线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会后公所会邀请 相关的单位来办一个会刊 来厘清一些相关的责任 来进行来做一个改善 会看要求串联这一段的人行道 只是上头有变电厂 得要在与相关单位协调迁移 如果没有问题 就能捕捉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 就成惠林细致才报报道